经过了一个周末 截至今日小编发稿前 全美累积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150万人 并且现如今 还以平均每日2万人左右的速度在快速增长 累积死亡人数也已超过了9万 治療人数达到了28万余人 疫情发展至今 丝毫没有放缓脚步的迹象 那么疫苗的问世就显得更加的至关重要 就在今日5月18号 由一众哈佛高材生组成的医疗团队 发布了惊天喜讯 在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测试阶段 45人100%全部产生抗体 据说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还运用了一项黑科技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款疫苗的名称为mRNA1273 是由Moderina公司和美国国家过敏 与传染病研究所共同研发 采用全世界最新颖的mRNA疫苗技术 这个mRNA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黑科技 所谓mRNA疫苗 它和传统的灭活疫苗不同 mRNA 信使核糖核酸技术不用病毒本身制作疫苗 人士直接在信使核糖核酸上做文章 生产出具有遗传密码的核酸 疫苗将这些病毒遗传密码中的一小部分 注入到人体后 可以指示人体自身细胞 从病毒中结合某些蛋白质 从而引发免疫反应 小编为此还专门查了一番 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 我们就针对那款COVID-19的mRNA疫苗来说 当疫苗被注入到人体后 人体会自行根据mRNA携带的遗传信息 合成出来COVID-19的病毒分子 由于这些分子相互独立 并无法真正组装成病毒 但是免疫系统此刻会检测到这些病毒的存在 从而产生防御性反应 使人体建立起对COVID-19的防线 这与传统的灭活疫苗相比 更有效更直接 且生产起来更高效 虽然目前投入市场的疫苗 还没有一款是运用了mRNA技术 但是这将是未来疫苗技术的发展方向 我们回到Moderna的研究 早在3月16日 就有志愿者接受了全美第一针新冠疫苗人体实验 就是注射的mRNA1273 在整个第一阶段临床实验中 45名受射者分三组 接种了25微克 100微克 以及250微克的试验疫苗 而在今早公布的实验数据表明 这45人体内均产生了抗体 且体内抗体水平全部大于等于感染过 新冠肺炎的康复者 并且所有受试者的不良反应 全部在三级以内 也就是可自行恢复的等级 总结来说就是试验疫苗管用 且对人体没有很大的伤害 疫苗进入临床第二阶段 如果一切顺利 2021年初 疫苗便可投入市场 说起 毛德纳这个公司也是神仙组团 什么干细胞生物学家 哈佛首席教授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联合攻坚 为人类的生存保驾护航 当然这样的公司 自然也值得拥有财富与价值 2018年年末 毛德纳在纳斯达克上市 以6.04亿美元的IPO 创下美股时尚 生物科技行业的记录 今日公布第一阶段临床试验结果后 其股价开盘变大涨30% 作为mRNA的先驱 可以说在这一领域 没有任何对手可以与之抗衡 我们希望他们继续 起开得胜 面对Covid-19 为我们建立起一道 坚不可摧的壁垒